活動中加入挖지� 跌台輪 changed 做了這麼多年攝影 還有二十幾年之後 攝影怎麼講的呢 我有時想我離開他 我離開他 都要回來 就是繞個圈又回來 都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是不是前生 和這個攝影結合了什麼緣分 本來是畫畫 但是拍了很久的照片 我又想再畫畫 但是始終拿不起一支筆 最後都是 不是最後的 始終現在還在做 由不止自己拍什麼 到實實在在 好像 pick up 到一個題材 很適合自己 其實是開始的 我其實一直都追求一件事 我想一件事 我其實不喜歡一些 積氣的東西 我是喜歡一些 last fall 很久的東西 那變成我覺得攝影都可以做一件事 那我希望那張照片 不是說這兩面看也很好看 可能過了十年的人都覺得好看 還是覺得 就是不會過市的 因為你始終藝術好什麼好 有一個trend 其實我是經常都不想跳開這個trend 因為我不想 因為我不想說過了幾年的人都覺得 就是你這張照片很舊 不適合這個時代 那我便在追求永恆那樣東西 這個概念放進去 放進去自己的作品裡面 我拍一個portrait的時候 始終那個個題是自己獨立的 他自己 尤其我拍過很多 就是Celibritism很出名的 他已經建立了自己那個reputation 或者自己的作品 建立了幾十年 你打播不到 那你不可以拍到他 變成了另一樣東西 這個你不可能做到的 所以唯有你拍他的時候 我就加了很多個人的看法 就是我怎麼去看那個人 就用那個角度去看 那我試過有一段時間 比如我紐約那段時間 我就訪問了個artist 就是不是好像這樣訪問 就是跟你聊天 在他的作品 有什麼inspire到我 拿什麼靈感去拍他 那再加我自己個人對他的看法 然後就甚至去購圖 拍照加起來 其實你想一張照片 是文藝術 是自己的 古藝術家 其實他兩個階段 是最好的 開始和 開始和最後 其實是最好的 真的 因為你最初的時候 你有一個pension 我要做藝術家 我要拍照 畫什麼都好 那些東西是 那個年輕的時候 那個衝擊 那個血液裡面 哇 留著那種pension力 看著那些作品 你會 那些作品出來是很好的 那好了 到中期的時候 你會發覺 你會重複回之前的東西 跟著那些人就崇拜你 買這些東西 跟著你就開始慢慢抹下去 嗯 那可能過了階段 有些人就沒有了 停了 嗯 就夠了 賣東西 找到吃了 就拿回床下 別的東西出來買 那有些人就是不斷地追求 就是希望在藝術那裡 尋求一些東西 或者得到一些東西 創新一些東西 嗯 那接著到年老的時候 那個階段作品 可能有 嘩 沉澱了很多東西 就很豐富 變成了另一個深層次 嗯 謝謝 你 我 分享出去 我也 有 沒有 是 但是 我 我 有 有